吴奇是登牌大外,他站着先瞪着大眼睛,打亮了大眼睛这类的。 内主看他也有点眼了,我还没见过这人,他说这位是哪儿的。 吴奇看了看手中这牌子,不知道是腰牌这什么牌子,这交谁啊?有人赶忙接过去了。 然后递给内主,内主看了一看,把牌子往旁边一放。 哦,请问这位好汉,你是鄙视犬角啊,还是鄙视兵人? 呃,这个吴奇啊,定了定神,有一事不明,想在内主跟前请教。 不必客气,有话请讲。 请问内主,各位宝弟,啊,以礼仪当先,我是外地人。 到这会儿之后呢,受了很大的感染。 。 我很敬佩,当地这些人。 啊,是庐陵王啊,教导有方。 可今天这是擂台。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啊,这个,好让不争。 他们,把内主给说笑了。 哦,内主一看,你别看,这个大个子啊,长得胸呦呦呦的。 但是心很细。 人家问他对啊。 怎么,你们这儿这么好客,这么客气,这么仁义。 你说,这怎么呆着啊? 还是虚晃一招,点到为止啊,还是怎么着。 哦,擂台例外。 我们一下内裁,那么还得按我们方舟当地的风俗行事。 哎,您看我们这街上,没有吵架的,这你已经都看到了吧。 哎,大声让让的都没有。 但这是内裁。 哎,这会儿一客气,那麻烦了。 怎么,这是王家千岁特意安排的选拔赛啊。 哎,就是挑一挑。 英雄里的英雄,好汉里的好汉。 啊,原来如此。 无奇心想,我明白了,我好下手。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行吗? 怎么比啊? 怎么比都可以啊? 怎么,我练一趟拳脚。 英雄在旁边,可以,看一看。 然后给予指点。 那么就我这个拳脚。 叫什么名字? 他的出处。 哎,这都可以。 然后咱可以查全。 那么,台上,台下,马上,布下。 那都可以。 哦,那你练练我看看。 如此说来,先瞅了。 无情往旁边这么一站,心想啊。 哎,这手可不错。 怎么,我先试探试探这水的深浅。 哎, 诶。 常言说的好,行家身把手便这有没有啊。 先看看你啊,这个功底如何。 我看看你是哪路拳脚? 什么门户? 这位, 这位冲他柄柄手。 然后, 人家就练上了。 插你开试。 无情就愣了。 怎么回事? 不认识。 人家啪啪啪啪啪啪。 就三十几招啊。 感情, 打起来了, 这套拳。 然后收了柿子。 刷一收柿。 冲骨气一笑, 轻微浩瀚。 此拳脚, 合命。 嘴, 麻烦了。 只有下面薛刚, 认识。 这, 这, 这不能往下边问啊。 哎, 哥们, 这,这脸这什么呀? 那再怎么一嚷嚷, 这自己人脸上也不好看。 啊, 原来如此。 待我练一套, 你看看。 这位没明白。 怎么, 这这主义听什么叫原来如此啊? 这怎么回事? 还没等人家说什么? 无其口, 拉开了架势。 肥战。 当时火, 这一套大红船它就打开了。 打下来, 人家冲着微微一笑。 此乃名船, 有名的船叫, 那大红船事业。 完了, 武器一下, 这却麻烦了, 行了, 咱们咱就练在这儿了。 我想过过招, 跟你请教计招。 啊, 如此说来, 那我就, 多有得罪了。 请! 两个人, 两个人各自拉开架势。 这么一地手, 文武之道, 一张一尺啊。 哎, 两个人比武, 过拳脚也好, 是用兵器也好。 这跟那手弹下棋啊, 道理差多。 一伸手一走这棋步, 那就不一样。 就这么几招啊。 啊, 就这么几招。 平平常常, 你说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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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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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心处坏了 我的兄长您可要留神 您坏人家用台证给挤着下来了 果然这个时候两个人全脚已经裹到一处了 刷这一下一踢身就啪 没好意思的用拳掌打他 也没好意思用腿弓踢他踹 而只是使用老虎三绝技其中之一招在跨了 啪了一下 一切就把吴奇犹打在台上这周台下的 吴奇就觉得一脚灯空两脚灯空 把地砸一大哼 好这会儿下来这说两个 我哟 再看这台下的人呐 要搁一般的地方 那恐怕是掌声雷动 而且还得办成一只呼呼声 玩怎么着 大概这类主是人当地人 人也赢了 这人家不得高兴吗 可是呢 没有 人家很惋喜 替这个吴奇惋喜 你可这只知道多危险的 呼噜一下跑过好多人来 把吴奇闹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感觉这些人把他扶起来 还有这个给他担担尘土 那个给他整整一斤 寄着类主一劲给他执道歉 哎呀 吴奇一看你们这镜太高了 怎么 这不是寒碎人吗这不是 更使吴奇挂火的事啊 不是说过来这些人人家好心好意 又搀腐又胆土人家有什么错呀 他挂火挂在哪儿就两边看台上 就那些大花脸好家伙 他们全站起来 乐得前样后合的 他们心里讲也不隐晦 可有的鼓掌啊 有的喝彩 替谁鼓掌喝彩啊 累主呗 把大哥给打下来了 吴奇啊 起来要和他们去较量较量 马赞就受不了了 怎么这是一块来的 啊 这这吴奇丢了我们哥俩能捡着吗 带我过去 马赞 血缸你看不行 怎么 自己有话没好意思出口 你要是过去啊 也得白肉 你们哥俩 平常速日 我也没少跟你们说 别觉得呀 站过一段山 围过一段忙 这个是钢鞭怎么厉害 啊 那个铁枪如何了得 告诉你们练练 总是不服气 嘴这么一撇 绷练成了成了 今儿可要成了 成什么了 你把你将给打下来了 你上去 照样 带我来吧 马赞一清 兄长 你去何事吗 恐怕凶多几少 干什么来了 怎么 这玩意儿再丑的媳妇也得见公婆呀 今天暂时 现在王家千岁跟前挂过号 就让我家兄长瞅一瞅 我到了 他几步 问了卦好盟 进来一攻凶 那位先生 一下不猜 要灯开大雷 哦 哎 你和 怎么 拜这位啊 卦好先生吓你一跳 这不泪主吗 不是 我不是泪主 得这么面对面细看 仔细端详 哦 请问 您尊姓大名 这个 薛刚就讨厌问这个 你这怎么说呀 啊 我薛刚 多少也得避讳一下 他灵激动 脑子是够快啊 啊 不愧 敬门之胡子 哎 我才 正天寿事业 把把人帝大哥的名 想起来了 哦 好 家住什么所在 呃 队丝 姚家殿 这什么地儿这是 甭管什么地儿 不然给登上了 薛刚 拿着这挂号牌 他腾腾腾 蹬着梯子上了 那等往这儿 这么一站 这下可了解 怎么 看台上 看台下 所有与会者吧 包括呀 如灵王王家前岁 都离坐了 刚才坐在那儿看 觉得挺有意思的 哈哈哈哈 真有意思啊 哪来这么一员好汉啊 这么一员大将 啊 有打将之风啊 不错 这位好汉 一定要把他留住 前岁感情 已经下狱了 就是下指示了 你不得不得留住 啊 这这这人物 不得了 别看让那主 一跨给打下台去了 这个人有些本领 这儿还都挺正常 等薛刚这一上场 如灵王站起来 哎呀 请家请看 他教这两边 一个是自己的老师 一个是马灯 马灯啊 激动坏了 这是当着王爷 不然恐怕 他能吼叫出声来 天地呀 他能喊一声 别人看错 他可看不错 结盟的兄弟 从小就在一起 这不是我兄弟薛刚吗 哎呀 终于把他判来了 哎 王家愣了 而这亲家 此家好汉 何须人也 哎 怎么穿着打扮 与内主 如此之相似呢 哦 不不不 马灯摆了摆手 千岁 而是内主 与此宫 相似 这马灯挺厉害 怎么别弄颠着了 我们哥们儿那是 哦 快请问来 他叫什么名字 扁头馆赶快跑下去了 功分不大 把这挂号牌子传过来了 正天数 全糊涂了 怎么 不知道这是哪位 按不上位来 这时候呀 薛刚已经跟内主搭了话 内主啊 也大吃了一惊啊 嘿 我在房州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说是当地长起来的娃娃也差不多 这人 怎么跟我一样 难道说 他就是长安城的那个三屯骨 薛刚 他怎么知道 哎 有人提醒过 告诉你可只能就在房州待着 你哪也得去 怎么 如果离开房州 就能让人把你抓起来 为什么 你不信啊 有人把影像偷来叫他看 这位 内主看过 是他吗 但是不对啊 怎么 这名字已经看过 辞任姓正啊 哎呀 看来呀 怎么 这个薛刚也不足为奇啊 为什么 跟他长起来 模仑差不多 人太多了 嗯 正家好汉 你我如何较量 我要先看看内主的拳脚 好 内主还是按刚才呢 打了一趟团 薛刚 薛刚 微微一笑 此乃是 罗汉掌 叫出来 内主就愣了 怎么 这么长时间 台上台下 包括两边看台 那些了不起的好汉 还没有一个 能叫上这趟拳脚的名字 哦 那么请问 正大英雄 我们还怎么比试 薛刚 用手这么一比 他比不上 下面有猎马 咱们可以马不见 共同较量 这是薛刚的强项 强项啊 那 要鼓着马不见 从小记事 哎 会乍着走的时候 师傅 就练着来 就守着这个 好啊 内主高兴 两个人有打台上下来 各自 有马铜 人家把马给牵过来 二维上马了 先彼时彼时 摆不穿样 那设施箭 把把弓 拔过来 这弓箭里面的学问 那可太大了 就这一张弓啊 好嘛 怎么 那公寺一弯月 但是有一样 要把弓弦拉开 把这个箭发出去 这里就说到 可太大 古代 有一位名射手 叫阳游击 人称神剑 摆不穿羊 摄那羊树那树叶 那可不得了 那真是指哪摄哪 摆发摆动 今天二位就比拆剑法 这么说 刀 马 剑 下来薛刚就这么了 怎么 是完全一样 薛刚心想 这是我家家传的 这个人怎么会呢 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到底他是什么人呢 就这么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